今天早上我們收到廣州童德為街坊的報料 說童德的南方中學有幾十名老師 神早流流說要停課 學校初二、初三學生都沒有課上 不過就大大聲地說要支持老師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劉德欣第一時間去現場看過 上午十點鐘,記者來到廣州童德南方中學 過百學生圍著校門,還不時有人大力搖天門 據要解,他們都是學校的初二、初三的學生 他們說今早第一節課,老師就不見了蹤影 現場有一名男老師不停驅趕學生 隨後他更將矛頭直指記者 我先跟你說,你如果是隱發,應該全問題是你們負責 為什麼說我們是隱發呢? 支持!支持! 因為學生都不留學了 對呀! 發託你! 據了解,童德南方中學是文辦初中 約有五十名老師 大部分人家合同將在明年的七月到期 但校方辭職未回應續的問題 有老師就反映,他們同學校簽約至今幾年 學校一直不發工資條 有老師最低的月工資僅是一千五百多元 五險一金也都被客購 學生得欲扣分,老師也都要扣錢 但加班費等補貼就有少無多 今年假七月份,老師曾經提出抗議 結果就遭到裁員 有些老師的誓寶啊 他這裡做九年的,買了誓寶才買四年的 七月份的時候不是有一次嗎? 也有很多老師被他炒掉了 哪有老師來有用心來上課 就是學生犯規扣了一分 就扣一百,就扣五塊 就扣五塊 是啊! 我們班則扣了一百多 我們班則從四千變成兩千 對啊!好多老師都真的要純熟四節課到兩節 那四節―